大家好 欢迎回到网向编辑部法庭网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1年8月5日星期四的下行时间 今次又我是许刘山 一个人回来跟大家讲讲你的法庭新闻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网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又要讲讲这些未够清 即是未满18岁的黑暴青少年 他们常说他们有什么争取民主 又说很可怜 又说他们本来是很善良的 都是因为政府不给民主自由他们才搞成这样 不如我们透过这一宗案 听下这三位少年究竟是什么事 今天在法庭的时候 陈广池法官对这三个黑暴青用的形容词 形容到是什么呢 说他们胆大包天 这么厉害 18岁都未到 成年人都未到 中学生而已 他这么无法无天 究竟是不是他们口中所说的这么善良 不如我们听下整件事是怎样 新闻媒体都说了很多 我们尽量是法庭邦新闻的话 就要听下究竟在法庭里面所说 当时候的案情究竟是怎样 搬到上法庭的案情究竟是怎样 因为如果在不同的媒体 他们又不需要负责任 寫了之后 噢不适合 sorry 或者不理他 都行 按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控方就说 事主姓何 他是一位女士 九龙社团联会的义工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的5月 当日下午2点半左右 这个姓何的女士 和另一个义工姓黎 应该都是黎女士 看名字 免得全名 虽然看法庭新闻 都会看到 找得到他们的名字 免得有什么起底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就在牛头角下村 显桂楼外面的行人天桥 派发一些单张 和收集一些市民签名 和喊少少口号 内容就是支持 港区国安法 和反对港独 他们的街站 大概搞了一个小时 上述这三个黑暴少年 就走到他们的摊档 街站 指责第一位姓何的事主 那位何都英女士 给她长一点名字 我怕大家听得很辛苦 就大喊 指着狂骂 最暴力是你们 之后就谭德智上身 说回大陆 又是这些 回大陆 回大陆 谭德智那些口头闪 就说出来 那绕阳让到 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闪了 这三个青少年 这三个黑暴少年 初头都以为他们 合完就算了 谁知道不是 到大概下午四点了 即是大概隔了一个多钟左右 三个被告再回去 再回去这个街站 再次走去和何都英 和他再继续争论一个政治立场 那何都英就以一滴三 哇相当厉害 这个一梁教三子 不是三梁教子 不过他们三个 这三个未够称的黑暴青少年 就越不怕 而刺着人多 围着何都英 不停指着他 越迫越近 跟着和何都英 和另一个姓黎 那个 哇 越来越害怕 于是 就按着防狼器 那三个呢 就吓到 就立即跑 那一响了防狼器 就惊动到附近的警方 那收到这个警报之后 就立即到场追捎他们三个 当场拘捕了首被告和次被告 那首被告呢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 但是其实呢 只不过一个16岁的青少年而已 次被告呢 亦都是17岁而已 第三被告呢 都是16岁 他们三个都是中四的学生来的 那他们呢 就被控一项村谋有意图而商人罪 而他们呢 也都承认了一项呢 就是村谋 扮刑事恐吓的交替控罪等等 哇 真是厉害了 即是呢 在香港 村谋威胁 何都英 使他人 身遭受损害 和意图使他受敬 还有啦 三个都其实已经承认了的了 一项呢 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那再说回先了 那回来 他们被警察抓住 按下了之后 究竟是怎样呢 有两个了 然后被警察一手的时候 哇 在腰里呢 分别呢 就找到 一把28厘米 和一把30cm的菜刀 即是呢 他们拿了工具 去找这个何都英 复卓 即是继续再理论下去 你试想想一下 我们还记不记得当时候 那些人呢 因为正义不合 就扑人家 二言液体 再BBQ了那个 和意见不合的人 那这一幕相当经典 哇 一会再说两句下去的 为什么他们真的拔出来 就离手就什么 是吧 哇 第二被告 就是次被告 在警戒下 就说 哎呀 他就跟阿sir说 我只是想着 拿把刀出来 兇下人的 第三被告 就在当晚 就被警方上門拘捕 就是很明显是 叫做督灰 那他就在 也在警戒下 就说 他就说是首被告 跟他说的 就说 哎 我们一人一把刀 就下去 街站 兇下他们 哇 很厉害 哇 现在的少年呢 究竟受了什么 诅咒呢 是吧 哎 开口埋口 拿刀出来 拿刀出来和人聊 你这不是说服他们 要明白港区国安法 是有什么不好的吗 你应该是用你的理据去说服他们 不是用刀的 就算你将他 变成为 这个汉堡扒 或者是什么都好 他不信服你 就不信服你了 哇 我们看到的资料图片 其实都很害怕的 真的 菜刀 相当之锋利的 切肉 这些都可以的 切火腿 切什么都可以的 做一把就是类似很长的水果刀 那样的 就说 他们去到警方的录音会面的时候 那他们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我知道 他们叫一些反港独的口号 所以听到就觉得有点生气 就去跟他再次争吵一下 因为他们第一次跟他争吵完 觉得不高兴的时候 不如三个人去搜被告的家 拿着工具 然后呢 头两只 把切刀放在腰间 第三个被告就把那个刀放到衣袋里面 再走去离过 好了,到了这件事判刑的时候究竟是怎样呢 现在呢 判到他们三个同搂同煲 就一起判入奴教中心 慢慢奴教奴教一下 那陈冠对于这件事 对于这三个人的痛斥 那个程度都可以破天荒 和相当精彩 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分享 那陈冠宣读完这个判决之后 就要求这三个人立正 还说他们要珍惜法庭 这个都算是轻判你们的机会 叫他们痛定思痛 大家没有听到轻判的 就立刻很生气 因为始终他们未够18岁 而且他们没有真的展示出来 将那把东西 这个是一件事 所以他们说是藏友 当然如果真的轻判的话 我想律政司方面都会出声 不过我们听回 陈冠对他们三个人的痛斥 和身边人的痛斥都相当之强劲 他说他们三个拿着20-30厘米的赛刀 就好像颜色社会大刀行空 他说如果不是这三个人好彩的话 事件就会变成不得 甚至乎是谋得 也都说如果并非控方 没有坚持地告他们三个意图伤人的话 三个人的两刑起点 起码都五年起计 最重就可以叫做终生 是比较难的 因为他没有真的拿那把东西出来 因为在腰间 虽然都可以说是随手可及的位置 不过都是刚才回到那一句 大家不要骂我 如果真的判得轻的话 我想接下来律政司都会出马的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这方面 我们都是相信了法庭的判决 好吗 我们再听一下陈冠怎么说 那陈冠都放他们 他说一人犯案 不是一人当 而是整个家庭都要承受他们的痛苦 又是要找邵家俊 孩子又搞成这样 家里又会 你的儿子去了哪里 去到奴教中心 他做了暴徒 很难解释 至于三个人 在一个政治动荡 暴力横行的2019年犯下的罪行 对于有关人等 以至整个社会都是可悲的 那陈冠所指 2019年犯下的刑事罪行 很明显是说那些黑暴友 从2019年带到 2020年的港区国安法前 他们也是的 这些什么暴力横行 他们不觉得 觉得自己人是手足 所以用手足兄弟相称 是相当可乎的 那跟着陈冠又说 这些三个算是幸运的 因为事件 因为那个防狼器BBB 没有激化到甚至变成 五什么和谋什么 所以法庭才能够叫做 重兴法 第一个幸运 刚才提到 就是说控方 无用一个教严重的罪行来起诉 第二 三个人 案发当日 是因为事主 按了个警暴器 起码 他们都要逃走了 第三 仍然有去家人 就叫做支持他们 那跟着那些什么被告 一定是求情的时候 其实求情就是之前求了 这里都可以再说回 事情究竟是怎样 通常都是这样 又是搬些什么 妈妈 爸爸 家人 又有病 又有最后一面 又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又说其实很努力读书 很有理想 什么东西 那次被告 代表律师在求情的时候 就说他妈妈生病 还押期间曾经两次申请担保 去照顾母亲 都不能够获批 又说他心心爱他妈妈 出狱之后想好好照顾他 那陈冠就立刻扮下去了 你每次都用要照顾母亲 申请担保 苦心自问 你是想找个理由 还是真的想照顾妈妈的 那陈冠说 你知道我知天知地知 是不是这样 哇 骂得非常痛快 再者 这三个人又说到 很想快点出来照顾妈妈 但是呢 他们还押的时候 就屡次都是违规 你还押不是乖乖地在里面的 还要不停违规 身来身 猪肉都这么恶 真是第一次见 法官呢 其实呢 听取了他们那些求情的时候 都再认一认 他说报告都提及到 其中一个被告呢 还押期间四次违规 那法庭上 就没有透露详细节 我不知道他特意是什么 那辩方律师呢 又帮他在这里解释 他说 头两次呢 因为呢 他还是还押初期 就不太适应 所以 就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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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次呢 因为呢 就没有 遵从呢 这个职员的指示 不过呢 相对于之前呢 都叫做 有些微的改善的啦 哇 他说到呢 违规好像很合理 那些 我们都说过了 其实你 刚刚进去的时候呢 例如 邵家俊那些坐监记 都有说的 就是说 一进去的时候 就会跟你先讲完这些规矩的嘛 那你讲完这些规矩 就是基本上呢 你守规矩正正常常来说呢 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 那而另一个被告呢 就更厉害 那刚才那个就 四次嘛 是不是 那另一个呢 他有八次的违规的情况 那包括些什么呢 这个就清楚一点 包括 赌博 嘔斗 好了 够不够夸张啊 其实呢 第一个 刚才说起那个 有四次违规的 那个 已经法官说了 哇 看回报告反映到 他的手法意识 十分之薄弱 也都说了 被告呢 在碧屋那里还押 就是中汉林那边 好像中汉林都没有那么夸张 那他说了 喂 为什么我没有见过这些情况呢 那他说他 膽大包天 他说其他呢 其他呢 在囚或者还押的人士呢 都没有这样做啊 直接说呢 就说 他做了这么久的刑事审讯法官呢 都没有见过 这样背景的人 竟然够胆呢 在这个监禁期间呢 做这些事情的 那好吧 刚才说到 另一个呢 八次违规的 那就是呢 一山幻又一山高啊 啊 陈冠呢 他今天呢 都可谓呢 叫做大开眼界啊 那听完那些什么 赌博啊 嘔斗啊 这之后呢 跟着陈冠都 蛤? 你的眼睛都凸了啊 哇 你这个人更厉害啊 他四次你八次 你的严重程度呢 比他更糟糕 接着呢 辩方也有得跟他拎啊 好惹啊 跟他拎 他说呢 可能呢 他对于遵守纪律方面 没有透切的了解 蛤? 就是遵守纪律 你读书来说 平时都知道的 你上学的话 是吧 没可能不知道啊 接着法官都吓了一声 跟我一样 不是没有透切了解啊 是直接没有啊 十七岁仔 香港的啊 这个是陈冠的 直接是他的说法啊 很少呢 被还押 还会这样违规 还要不是一两件事啊 哇 他真是够胆啊 真是啊 那至于呢 这三个真是沙包兄弟 第三被告呢 他都不弱啊 这个就算是最乖的了 为什么算是最乖的 三次违规纪录 纪录 纪录那么多多啊 啊 接着呢 辩方又再和他逗 他都是相对轻微的 起码都不是赌博或者嘔斗 是吧 就是包括什么呢 就借了院友的小说来读 还有啦 说他贪美啊 要用骚扑呢 帮自己剪头发 还有和院友呢 就分享这个朱古力 都未至于打架 和不遵守纪律那么糟糕啊 就说他呢 这个被告呢 年纪上轻 形容他呢 等于上堂犯下规 哇 这些年轻人 就是什么年轻人来的呢 是吧 社会的未来 靠他们 那就死了啦 那除了他之外呢 陈冠也有 封买今天来上庭那些的 例如那些呢 就是说 什么 参住 就是旁听师 再次警告那些旁听的旁听师 叫他保持肅政 陈冠是这样说的 不要以为啊 望下左望下右 看到同路人就可以大声圈蛙 以为没有人理 就是看到 哇 你是手足啊 你又来参缺啊 哎呀 你是旁听师啊 就是不要那么开心啊 强调呢 这里是刑事法庭 不会因为法官不在场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广场 任你们圈蛙 否则就变成了 或者是控告你们藐视法庭 就是不要以为 还是官没出现的时候 的时候就 在那高谈门论 喊口号啊 还是怎样的 那到了这三个人的判刑之后呢 就特别向这三个被告 说了 哇 这个真是跟我们 《芒向編輯部的真BC》說的一模一樣,很近似,99% 他說街外的人叫你撐住,你想一想,撐什麼? 受苦的是你,坐牢的是你,想一想什麼正義感 哇,很厲害,這句說完之後,終於第一次散停的時候 龐聽詩在艾那些什麼?撐住,加油,這些是沒有了 幾乎全部人都舉手向被告打氣,加油,做手勢就算了 家屬在庭外,哭到真的掩著臉離開,罵得對,他幫你撐嗎? 你坐而已,也不是他坐,撐什麼?怎麼撐?你進來撐吧 你沒有冷氣涼,他有,你說叫他在家裡不要開冷氣 陪你一起撐,他也未必能做到,對吧? 所以這些年輕人真是癡癡地喘的,他以為真是立架撐他 人家那些攤位,這樣吵吵吵吵吵,人家就會害怕他 他不再出來放這些攤位,說不去搞什麼支持港區國安法等等 你們就信了那些政棍說,又是什麼港區國安法呢?又是什麼惡法? 大家要掙扎,那個叫做陳淑莊,就是叫大家要掙扎下去 他有沒有出來掙扎過?現在有港區國安法,拘捕了他沒有? 他不是一樣這樣過,是不是?他沒事,你有事而已 他叫你掙扎而已,他有沒有出來掙扎? 他有沒有拿像你這樣,拿一架槍出來掙扎?不會的嘛 就算你現在拿一架槍出來掙扎,喂,陳淑莊,我響應了你的掙扎 可能到時候說,我不是叫你這樣去掙扎,不用拿一架槍的,是不是? 就是證明你們只不過做了你們這幫人的豉油碟 你們現在有事了,撐住?一句撐住都沒有,陳淑莊這些 或者當時候的政棍叫你撐住的那些都沒有,是不是? 那我們今天這一節的法庭網新聞來到這裡 他們所說的這些什麼大好青年,又說什麼為自由為理想,抗拒惡法 原來的質素就是如此,賭博,嘔鬥,沒有這個紀律 只是充滿著這個犯罪意識,膽大包天 你跟我說這些青少年是爭取民主自由嗎? 請解釋一下,謝謝你,好,多謝大家,拜拜